哎唷 聊世紀 今年中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者的文明是羅馬人 羅馬人的特色是 每點一個步兵科技師 可以獲得雙倍的效果 點一防就是二防 點二防就是四防 非常的厲害 所以羅馬人到了後期 這個軍團兵可以雙防倒六 坦度非常十足 而且升級速度很快 還不用經過雙手建兵 直上軍團兵 那羅馬人的打法 還是比較配合奴炮 跟百夫掌會比較適合 那他的奴炮 也是世紀帝國裡面 奴炮最便宜的文明 而且他的奴炮 可以增加 銀貫技術的攻擊速度 還有彈道學的效果 奴炮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羅馬人的後期搭配 比較常見到的是 百夫掌跟軍團兵 還有奴炮 做為主軸的一個打法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日本人 那日本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步兵攻擊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知名的日本武士 跟槍兵 還有劍兵勇士 攻擊速度都是超級快的 而且他的日本的箭塔 也可以增加額外箭矢數量 多一發箭矢 那日本人的後期打法 主要是打馬弓 或是步弓 跟日本武士為主軸的文明 他的巨型投石機呢 還可以增加這個拆裝速度 還有攻擊速度的加成 所以後期工程呢 還是比較依靠自己的巨型投石機 進行反制敵人 好 那這場的兩位選手呢 是我們知名的MBL 又是HOT 兩位選手又在天梯上遇到了 那我覺得這場 也是打得很精彩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期的日本配置 我覺得日本配置最近可以講一下 最近開始玩日本的玩家們 也開始變多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可能是剛好看到日本蠻多的 好 那我們看到MBL 這邊的伐木是三個人伐木 其實跟一般的文明的配置是很像的 那趕快去吃這個豬肉 豬肉補到九個人 待會把這個鹿吹回來 再拉三個人或四個人去吃 好 只有三個人 OK 這邊再拉一頭野豬過來 那這樣吃野豬的村民 就不會超過大概八到九隻喔 這樣吃的效率就會非常好 這個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鹿肉跟豬肉 盡量不要超過太多人去吃 因為多人去吃這個豬的話 村民就會走來走去喔 會有點卡 好 這邊繼續推路 推推推推推推 推到了家裡 好 射掉 這邊已經圍死了 MBL這邊早期圍家圍得很快喔 那羅馬人這邊則是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十八人口點下 日本則是二十個人口才點下這個 喔 不是人口 二十隻村民喔 才點下封建時代升級 然後轉出來的東西是棒棒 棒棒開 然後正面圍死 難道是要打黑跳城嗎 在這個二零二三零時代裡 還可以看到黑跳城 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好 兩隻棒棒我們先走喔 還要再按一隻嗎 兩棒棒 OK 兩棒棒就不會升級裝甲步兵了 兩棒棒前期到封建時代 才會有攻擊速度加成效果 好 右邊看來有點難圍死 羅馬這邊圍得比較慢一點 好 日本這邊棒棒千萬不能損失掉喔 肉馬血量也不能掉太多 當然這邊想要硬抓一隻 但是沒抓掉 MBL這一波硬抓 讓自己的肉馬損失非常多的血量 後面兩隻棒棒血量也是直接殘掉了 哇 那如果這麼早就把這兩隻棒棒跟自己的肉馬送掉的話 那基本上他就不能黑跳城了 然後這邊勢必要轉一些兵出來防守 然後這邊看到對方是轉肉馬 那這邊只要轉槍兵喔 就基本上能守得住了 OK 還轉了一個射箭場 好 這邊一直在繞 看能不能看到射箭場 唉唷 果然看到射箭場 MBL眼神確認過 MBL這裡也不需要打工兵喔 直接打槍兵加毛兵也行 轉毛兵轉毛兵 那羅馬人這邊也可以轉工兵 當然毛兵也是OK的 那毛兵最主要的用意也是要去打對方的槍兵喔 讓自己的肉馬有這個出出空間 但是其實羅馬這裡應該是沒有要打算繼續強攻了 肉馬的部分並沒有繼續補下 而是開始轉出了大量農田 準備來升級城堡賽了 好 前方再補一個馬就 好 毛兵過來防守一下 差點收掉那隻殘血的肉馬 兩滴血 OK 毛兵打毛兵 有高低的那邊比較有優勢 那現在日本的馬攻路線喔 是有這個流敵馬的特性 打對方的步兵工兵喔 是有這個外增傷兩滴血的效果 但是對於毛兵加兩滴的效果已經拔除了 所以日本人呢 打起來像打戰毛兵喔 會比較難打一點 不像之前喔 可以無腦出馬攻 戰毛兵都通吃 好 那這邊轉出的是馬攻路線 應該沒錯吧 現在日本城堡時代 只會打馬攻 正正成為一個馬攻國 好像在歐美那邊的眼裡喔 日本是一個馬攻文明 而不是步兵文明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有錯覺 好 現在一些什麼 日本遊戲裡面啊 他們的馬攻武士也是很常見的 反而是那種遲到在地上 走去 砍了砍去的步兵喔 這個日本武士的意象 反而是偏少一點 但是在遊戲裡面 還是有一些遊戲 比較做得出 像是日本武士在砍了砍去的感覺 這讓我蠻意外的 我一直以為全世界的共識就是 日本 就是日本武士 馬攻可能比較少 但不知道為什麼 馬攻聲量其實也是蠻大的 好 日本這邊是有轉出一些生旅 開始要來反擊招降一波 這個馬就會有點危險 生旅趕快招 OK 看到生旅全部拉走 馬攻後面收掉一些毛兵 OK 轉了一台奴炮 OK 那羅馬人喔 可以把這個奴炮當工兵出 沒有問題 甚至他的黃金造價 比你的小工還要便宜 而且傷害力比弓箭手還要高 而且還有穿透效果 所以羅馬人出小工喔 好不好 出奴炮是非常划算的事情 MBL這邊點下了首推色升級 馬卡 馬卡沒有補 這裡沒有打算要轉肉馬 因為現在這個情況 MBL可能要轉個頭石車阿 或是肉馬 或騎士去解 我是覺得這邊轉肉馬會比較好 可以順便收對方老頭 但現在肉馬的需求量很高 而且待會可能要開TC 食物可能會不夠 好 那MBL這邊是打算直接使用馬攻 高打滴去擊退對方的奴炮 殘血的馬攻在用聖旅去補血的一個策略 這個策略其實蠻複雜的 而且聖旅有可能會被點掉 後面開了一個洞 讓聖旅躲進去 上前硬點點掉了一台奴炮 但自己的馬攻也是被換掉了一隻 羅馬這邊經濟開始好轉 羅馬現在擁有5%的採集 資源效率 建造速度 跟修理速度 到了城堡時代開始 他的經濟會突飛猛進的成長 內容時代後期的羅馬 經濟是非常誇張的 日本這邊經濟加成 只有前期的採礦跟伐木場的半價效果 讓他可以多灑一些田 打出一些前期經濟的優勢 到了中後期 日本在陸地圖 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所以這一點MBL 跟對方開農 其實是 很劣勢的 可能要盡可能用自己的馬攻 去打游擊戰 不要跟他對農 對農的話 可能會沒有未來 盡可能多殺幾隻村民 平衡一下村民術 不然後期經濟會直接被一波斷掉 這邊 村民被招牆往後拉走 左邊這一頭怎麼辦 這一頭不回家的話 可能會守不住 那看一下要不要先往前點 點掉老頭 這邊高達第一先點奴炮 奴炮血量先把他射殘 聖旅招牆下 擊退下馬攻 兩邊都打得挺小心的 並沒有要大肆開戰的念頭 這個時間點是對羅馬人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對於日本來說 這裡沒有辦法打到任何東西 戰線也沒有辦法繼續往前推進 不過很糟糕 好 奴炮 這邊 奴炮又被收掉了一台 這邊果然轉出了青騎兵肉馬 解掉了生旅 看刀翔就是爽 唉唷又看到一隻老頭在發呆 趕快去裡面收 用剩下的青騎兵去打掉奴炮 OK MBL這邊的選擇相當正確 馬攻配肉馬 奴炮老頭都能收 只怕騎士而已 那騎士的部分呢 用自己的馬攻或是僧侶去解決就行了 那MBL這邊的搭配 我覺得是OK的 只是我們剛剛開頭講 轉一點肉馬去解會比較好 好 轉肉馬的代價 就是轉不了城鎮中心出來 村民差卷已經快要落後20村了 雖然現在能推著迴訓 但經濟上是非常落後的 好 兩隻肉馬過來 想要擠後方的僧侶 想要包住僧侶 讓僧侶防守住 然後再用僧侶去招搶敵方騎士 這一波打得很不錯 招搶到騎士 趕快去拿去打奴炮跟頭子車 這一波打起來 感覺MBL並沒有輸 往前再繼續追擊 後面兩隻肉馬往前 趕快去收到後面這兩隻老頭 這邊後面細節控制得很好 後面還有三台奴炮 趕快再用肉馬趕快去敲 這邊騎士趕快解決剩下的肉馬 肉馬全部被解決掉之後 後面補了一隻騎士過來 後方的大量馬公 開始高打地獄 打擊這些奴炮 虎炮血量掉得很快 OK 左邊又來一台奴炮過來 我們集結 僧侶趕快再過來招搶一下 CD時間還有 1秒 2秒 3秒 哇 騎士又被招搶掉 哇 這一波是MBL的突擊大勝利 馬公的優勢打到打好打滿 直接把羅馬的正念全部擊潰掉了 MBL 太鬼了 那你覺得MBL前期的控制 控得非常好 他很適合打前期的強盾式 但到後期他好像 就是會有一種控不太過來的感覺 所以大家 會有一種錯覺認知 MBL後期打不贏 的一個感覺 最近看起來是這樣沒錯 講實在的 他的後期會比較 可能是有點累了嗎 我覺得他前期 花了很多心力在控兵 跟做一些操作 確實打得很漂亮 但是到了後期 不知道是不是他累了 操作開始有點 出現手術偏慢的現象 難道只有我這樣覺得嗎 好 MBL這波打得很漂亮 但是很尷尬的是 你擊毀了羅馬這麼多的單位 但是村民術卻輸了33村了 村民差距被拉得非常大 好 火車車過來 要不要回頭打個一發 喔 閃掉 沒有問題 騎士過來 砍一刀 兩刀 哇 最後一刀不敢打 那隻打下去可能會死 但最操作也是 也死去了 左邊的村民遭翔 左邊的村民沒有死去 沒有死去就遭翔 趕快遭 這邊前面要蓋堡 但石頭不夠 還差五石頭 好 趕快到前線控住這裡 我直接控左邊喔 想要控掉左邊金礦跟這個石頭 還有城鎮中心一個 左邊的直接卜力跟城堡 想要防守這邊出兵點的位置 這一發打得漂亮投石車子 這一發投兩個儒號 OK 看起來結果是MBL 這邊是拿到一些優勢的 這裡有點危險喔 馬功的血量有點殘 先撤先撤 左邊這根寶石被蓋起來了 火馬這邊是直接轉出了衝車 沒有轉出帝王時代 這邊62個人伐木喔 有點過多了 講時代了 過多了 好兩隻肉馬想要解投石車 但是馬功在保護著 但這個馬功到現在還沒有彈道學 最主要是因為MBL這邊想要偷點帝王時代 所以還沒有打算要先趕快快速轉出 啊這個投石車 哇沒換到後面奴炮 可惜了 MBL前期真的打得很兇喔 好那MBL這邊的想法是 想用城堡寶推 重創羅馬刑技 然後再轉出巨型投石機 拆掉所有的城鎮中心 跟城堡 然後再用馬功去打遊擊戰 讓後方沒有城堡保護 或城鎮中心保護的村民 被馬功追上 的一個策略 好那前方捕了一個大水 想要讓對方城堡蓋不下去 蓋在這個高地 那羅馬人這邊被迫在第一處的地方 蓋一下一根城堡 而且衝刺的部分 並不是往左邊衝 而是往MBL家裡衝刺的 哇靠 MBL這邊 換一家能夠成功嗎 這裡轉出了一些日本武士 好這裡補一根城堡 那這裡要補一些日本武士在後面 或是轉一個投石車 放在家裡 現在戰況有點混亂 好 EK日本武士走到了後方伐木區 HOT被迫收村 德里伊收村 經濟也會受到一些損傷 聰明在移動時 是不能採集任何的資源的 自然經濟就會損傷 有發現最近有人聽不太懂 為什麼聰明移動時會損傷 一定要講得這麼的 直覺 大家還聽懂嗎 這應該是一部分人會這樣子 OK 那這邊聰明一直在追 一直被追著 有點尷尬 哇 死了 十九村 血虧 好 後面 這裡 按了幾隻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 看到左邊奴炮 不敢過去 雙太少 而且日本武士 基本上是被奴炮克制住的 其實步兵很怕奴炮的 好 有單道學 射得很準 體重中的日本武士 也可以精準用奴炮射得到 好 這邊巨型投石機 還沒有照 結果前面這台衝車想要頂 MBL把馬公堵在這個缺口 讓對方的衝車沒有辦法 輕易的頂到自己的城堡 好 結果羅馬出這些衝車 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雖然是給MBL一些壓力了 但並沒有傷到MBL的經濟 但以經濟上來說 HART 羅馬人 已經來到117村 日本這邊只有73村 特別差距40村起跳了 45村左右 好 立馬公 用馬公去解奴炮的話 要用閃陣 不能用 盆裂的陣法 全部去待一起 不太好 然後祝國這邊投石車 炸了一發 炸掉了一台 第二台也可以 但是來不及 炸第三發 剩下殘血奴炮 殘血奴炮 剩下用馬公直接橫向收掉 右邊這根城堡蓋起來 可是血量已經剩4000滴血 被抽掉了800滴血量 後馬也繼續補了過來 轉出了一些日本武士 開始原地開砍 看 我們來 OK 日本武士砍肉馬速度非常快 快 再轉上去 打後防守衝車 右邊這根城堡人都手下 正面城堡開始使用巨型偷襲 開拆成功 MBL 這波攻勢打得非常漂亮 繼續往前 馬公的部分 待會再存個900肉 點一下重裝馬公 但現在肉不夠 要存一點經濟 MBL只有雙TC 對上 4TC 但有個TC沒了 現在是3TC 應該是5TC才對 沒關係 現在是3TC 哈特現在村民術是到118村 其實村民術已經很穩定了 接下來就是要轉一些兵 開始防守反擊 先穩住自己的陣地 再去做反擊 羅馬人呢 打戰毛兵是稍微偏弱的 因為他的戰毛兵 並沒有三級射 射程有點短 那我是覺得打奴炮 確實是一個更好的選項 這裡轉射箭場 轉戰毛兵 我覺得有點堪用 轉奴炮 重型奴炮更好 OK 這邊重型奴炮 還有5秒鐘 升級上去 血量加15滴血 攻擊力變成16點 但射程不變了 只有7點射程 右邊補了一個獵王塔 想要阻止MBL挖他的金礦 這裡趕快要繞過城堡 開始去騷擾 對方家裡會比較好 那你就會MBL囉 開始慢慢轉容囉 3TC轉容開始 還在打轉容 而不是繼續猛攻 右邊的巨型頭司機架起來 想要拆除左邊這根城堡 那與巨頭不丟的話 MBL這裡有日本的 巨型頭司機的攻速加成優勢 要直接用巨型頭司機反制 問題不大 好這裡奴炮過來 防守一下巨型頭司機 那現在日本遇到這種情況 對方有大量奴炮跟巨頭 轉出步兵、日本武士 或者是肉馬 都可以喔 要大量 盡量要閃陣 千萬不能被打到 好 左邊城堡掉落了 左右兩邊巨型頭司機都在反制當中 但是HOT是有拉村民過來修理 巨型頭司機 所以巨型頭司機還在防守當中 這時候奴炮已經可以打到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但巨頭還是打到立法 後方奴炮直接被串燒串爛 重型奴炮傷害實在太高 好 扛不住 好 轉出了一些日本武士 貼到了一刀 兩刀 三刀 哎唷 賺到三刀 還不錯 後面的馬弓也在騷擾 但後面也是有重型奴炮在防守 MBL後面的馬弓騷擾 不管怎麼打 MBL的攻勢好像都被HOT給防守住的感覺 左邊雖然被重創了一波 但這些重型奴炮配上巨型頭司機 還是拆掉MBL左邊的城堡 完蛋 日本武士在下水餃了 一直一直慢慢下 OK 殺掉巨頭反制投資車 躲掉 沒有問題 OK 重型奴炮串燒 燒掉剩餘的滿弓 看起來日本已經拿到了一點優勢 但是羅馬也慢慢推得出來 他的經濟還是領先MBL的 日本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沒有火炮 沒有火炮就很難打這些奴炮 只能用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或者是投資車或羅馬 日本武士去撿 但步兵本身被弩炮是克制住的 這裡遇到弩炮可能要轉投資車嗎 中頭 這裡再點巨頭 巨頭血量被慢慢修了回來 喔 日本 日本這邊真的轉出了中頭升級 那羅馬這邊直接速升軍團兵 馬上升級上去 步兵鎧甲只點了一點 腿轉軍團兵配奴炮 這個搭配非常優秀 打馬功也OK 打對方的騎士步兵也行 步兵對坎的話 海獅日本這裡會稍微有優勢一點 攻擊速度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那如果MBL這邊打步兵的話 就會陷入羅馬的奴炮陷阱 那這裡最好的解法 就是轉大量的投資車配馬功 馬功去射前方的軍團兵 然後或是偶爾用投資車也可以砸軍團兵 那投資車主要是去砸後方的奴炮 所以就是這樣子 但是巨頭 要小心對方的巨頭很準 這些奴炮數量開始被削減了一些 羅馬人這邊村民出路來到122村 日本也來到121 兩邊經濟中一樣了 再找個一發 馬功上前 硬換嗎 直接射掉了一些馬 母炮數量 跟軍團兵過來 砸軍團兵 沒有問題 再一發 預判 哇 nice 艾比爾龍這一波投資車打得很ok 終於有支援了 可以轉出重型馬功 配上安息人戰術 MBL這一套打法 非常需要大量的 木頭跟黃金喔 這邊經濟配置一定要控好自己的黃金點 跟木材的點位 那如果能控住羅馬這一頭黃金的話 那就更好 這根城堡 勢必要拆掉了 拆掉的話 MBL就有機會 當然這邊離對方出點實在太近 這個投資車不能砸 投資車砸下去 巨型投資機也會被砸掉 OK MBL這邊細節控制得很好 ART的軌跡並沒有成功 結果右邊轉出了四台巨型投資機 偷拆右邊城堡 想要來一個聲東及西偷拆戰術 羅馬人這邊能夠成功嗎 右邊這個黃金被控住 MBL稍微小小端金了一下 中間這塊金開始狂挖 羅馬人會讓他秤心如意嗎 右邊的四台巨型投資機被打掉兩台 後面過來支援的肉馬也是被處理掉 剩下巨型投資機 全部收光 羅馬這邊損失了800黃金 但是MBL右邊城堡也是被解決掉 但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次的城堡可以守到這個黃金了 回到正面部分 正面部分 MBL已經擠掉了修道院 三個生物已經被打噴出來 右邊的奴炮數量非常的多 投資車 哎呀太殘忍了 炸了一發 哎呀打歪了 莫馬繼續追 拆掉一台投資車還不錯 好 好 三疊才沒有辦法 哇 投資車又來了 哇 這個砸得很好 再來一個 好 中午解掉了一台投資車 但自己的奴炮被砸掉非常多台 這就是投石車跟火炮 專刻奴炮 奴炮能刻的東西 就只有馬弓跟步兵 弓兵單位跟步兵 只要對方補出太多的被刻制的東西 那個剪刀石頭布 最後會贏的 會是投資車的那一方 當然也不能只單靠這樣子 還要看兩邊的經濟 但目前看起來 羅馬人經濟還可以再繼續跟 MBL這邊繼續換 但羅馬還是要轉了 修道院趕快要把這個生物往後搬 就補一個生旅 左邊轉了一台衝車 想要來偷拆左邊的經濟 兩隻馬弓到了左邊 可以來偷射 日本武士在左側的地方 這裡馬弓 想要過去 但是被羅馬抓包 左邊衝車被解掉 羅馬人這邊轉出更多的羅馬 而且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增加了一下奴炮的工程 射程範圍 而且還可以增加工程的傷害 這個工程工程師 要打工程器的話 一定要盡早點下 有工程工程工程師 傷害還是差蠻多的 而且還有這個射程 射程多一點真的差很多 射程多一點真的差很多 好 女奴炮 在串 等頭射程一出來 砸掉兩台 一換二 砸到左邊 哇 金胖的村民 哇 這邊馬弓有點被串燒 瞬間損失了非常多的馬弓數量 而且這裡有彈道學的關係 這裡馬弓直接被狙殺成功 完蛋 這裡死了大概七到八隻馬弓喔 賊虧 賊虧 好 這一波再上來 弩號繼續往前追擊 哇 死傷慘重 換起來是沒了 正前方的鴨子已經失敗了 黃金再次被堵了回去 當然左邊MBL還在小小進攻 但羅馬人一直有派肉馬過來防守 這裡有一頭馬弓走進來 MBL也是不是省油的燈 左右開弓 中間夾住 但是現在有巨頭C 這邊用巨頭要怎麼守呢 平常已經完全斷金了 MBL沒有黃金可以轉出投資車 或是轉出其他黃金兵種 這裡可能要轉肉馬 或是要轉一些垃圾兵來擋 才會可能擋住 但轉槍兵或是戰矛 都會被重型奴炮給串燒掉 那如果你打肉馬的話 還要先經過串燒內關 而且對方也有出肉馬 反而現在出肉馬是最好的選擇 來MBL這邊是決定買賣一波 運轉了一些投資車出來 好 投資車出來 結果只砸了一發就被收掉了 尷尬 但是這一發換了兩台 很怕 好 左邊馬弓沒有在動 這邊戳掉了一些村民 下方也在亂戳 哇 這個是羅馬人的反擊嗎 這波反擊很關鍵 這格金被奪了回去 直接斷金 MBL的兵力開始有不足的狀況出現 羅馬人的黃金回到了1600塊 這1600塊還可以帶出多少奴炮啊 哇 50幾台奴炮應該沒問題 好扯 OK 特地馬弓繼續騷擾 好 撥到城堡下方 雖然MBL很努力的在騷擾當中 那羅馬人的村民樹則是越補越多 來到134村 村民樹很問津 反倒是MBL這邊村民樹 雖然有在往上補 但是正面的戰力開始不夠了 兵力開始不足 一直被各種追著打 這隻羅馬可能幾隻村民了 三隻了 哇 城堡突然被拔掉 沒有黃金 現在只能用垃圾兵打架 右邊再發動一波最後的攻勢 OK 轉出槍兵當肉盾 防守羅馬過來 自己的馬弓 繼續騷擾 好 但羅馬也不是神羅的燈 把所有的戰毛跟肉馬往後拉 設定繼續進攻 毒砲還是非常多 20 打了22斯啊 現在有17台的毒砲 好 完了 沒得打 攻擊力也點不上去 光點攻防 就花費自己的所有財產 紅子車漲了一發 換掉了三台毒砲 再一發沒有打到東西 被羅馬給解掉 MBL 省命的奶麥支援 好 右邊巨頭實際的問題 終於解乾淨了 不怕右邊的巨頭 現在只要掃自己的陣力 繼續往 MBL家裡推進 難道要絕殺了嗎 MBL看起來這把要贏了 怎麼後面 話風異轉 又不太一樣了 哇 肉馬直接砍爛了正前方的槍兵 後方的戰寶兵也扛不住肉馬的傷害 三攻三防的殘度實在太高 戰寶兵怎麼打肉馬都是一滴血 哇 下方這一坨馬公加強兵 還在做最後抵抗 MBL難道有反擊的可能嗎 轉肉馬 二級攻補下 但是離三攻還斷路 就算有三攻 也是輸給羅馬人的肉馬 羅馬人肉馬有三級馬太 但日本卻沒有 這邊MBL打出了GG 哇 這一把 HART打得非常漂亮 重型如炮 前期感覺一直被MBL 日本這邊投資車壓制住 但打到後期 終於打到MBL斷金 然後反攻一波 堅守反擊 大成功 我覺得打得非常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羅馬人拿到後期的資源勝利 哇靠 拿了大概兩萬四的資源 軍事方面拿到1.26的KD 果然MBL的KD更好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所以司機帝國的KD 就是參考最好 KD高的人 不一定能贏一下比賽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下訂閱 請記得按下訂閱